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听说厦门的周教授有一个实验室 里面养了一群奇怪的鱼 说它是鱼 但又不是鱼 究竟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动物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教授的实验室去探个究竟 什么样的鱼不是鱼 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话 它的答案就是木鱼不是鱼 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科普问答的话 它的答案就是鲸鱼不是鱼 奇妙的大自然总是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 今天我们在这里或许又能找到另外的一个答案 在厦门听说有一个周仁杰教授 在他的实验室里养了一些奇怪的鱼 这些鱼几乎都是透明的 体积非常的小 更特别的是有人说它们不是鱼 这不尽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生物呢 为什么人们称它们为鱼 又说不是鱼类 它被养在实验室里有什么特别的吗 带着这样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决定一访周教授的实验室去看个究竟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厦门市水产研究所 这里是厦门研究文昌鱼的专门部门 面对我们一连串的好奇 周教授他会给我们怎样的一种解答呢 周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带我们去看他的宝贝 一种叫做文昌鱼的小动物 在养殖池里 我们看到一群奇怪的小东西 它们身体又扁又细 每只大概只有三到五厘米长 全身半透明 头尾尖尖的 这个就是淡名鼎鼎的文昌鱼了吧 对 其实非常的小 是 我们来比划一下 量一下 也就两三厘米长了 这种就是成鱼了 四公分左右 四公分左右 四厘米左右 它比一个钱币大一点点 对对对 这就是已经是成鱼 这个已经是成鱼了 你看它的杏线 这个杏线都已经发育得非常好了 周教授告诉我们 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可是大名鼎鼎的文昌鱼 文昌鱼是厦门的珍贵特产 它的肉质鲜嫩 清津甜美 而且营养丰富 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 可是十分名贵的海味 所谓物以稀为贵 文昌鱼如此珍贵 应该是比较少有吧 原来文昌鱼对生活环境 有苛刻的要求 所以它的分布并不广泛 西欧 北美都曾有发现 我国的山东沿海也有它的踪迹 但是数量极少 在我国的主要产地 是厦门市铜安刘武殿 文昌鱼就是因为 刘武殿海域上的文昌阁而得名的 据说刘武殿是世界上 唯一的文昌鱼渔场 仅仅是因为文昌鱼数量稀少 所以要在实验室里人工繁殖吗 这是我们又想到了 起初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 听说文昌鱼不是鱼 如果真的如此 这里面会不会又隐藏着 文昌鱼最大的秘密呢 我们迫不及待地向周教授询问 他告诉我们 严格来说文昌鱼不是鱼 它没有真正的头部 没有眼 脐 没有脊椎骨 脑 没有心脏 血液 也是无色的 但是它又有脊髓 脊神经管 腮裂等高等动物才有的特征 文昌鱼不论是生活习性 胚胎发育 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等方面 都是既具有某种 无脊椎动物的特征 又具有某种脊椎动物特征的雏形 所以它是无脊椎动物 向脊椎动物进化的过渡种类 可是说是最原始的鱼 也就是说是鱼类的祖先 它早在亿万年前就出现了 至今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特征 和原始的形状 更重要的是 科学上至今仍未找到 无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之间的 过渡类型的化石证据 所以现生动物文昌鱼 填补了这个空白 当神秘的面纱被揭开时 眼前这一位小小的文昌鱼 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惊叹和感叹 可是问题又接踵而来了 文昌鱼既然不是鱼 没有棋 那它靠什么游动呢 原来文昌鱼因为无棋 不能游到远海去觅食 所以它只好钻到沙子里 寻觅沉淀在沙里的食物 它们一般不会钻到沙层的深处 只在沙的表层活动 到了晚上它们也会离开沙底 垂直游到水面 寻找海藻等东西吃 文昌鱼如此娇小 这么柔弱的动物 要靠什么来自卫呢 那文昌鱼为什么它喜欢装杀呢 事实上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本领 就好像蝴蝶有保护色 有伪装色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 因为它这个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的 很容易成为其他的海洋生活的一种食物 所以说它靠这个钻砂 自我保护 它这个物种能够保留资金 估计跟它的钻砂能力也有关系 事实上在自然保护区 假如说采取适当的方法 做一个方法 把那个抵制 沙尘输送一下 实际上对文昌鱼的伸展是很重要的 但是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 面临了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就是沿岸工程对其漆厂所的破坏 例如厦门对永明的刘武殿 文昌鱼渔厂的消失 对其漆厂所的破坏 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的话呢 就是排放污水对水质的破坏 还有采杀船的采杀作业 对文昌鱼的生存的杀质的破坏 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其他水产的养殖 请占了文昌鱼的生存空间 最后的话呢 就是电脱网捕捞工作 对文昌鱼的幼小的身体 进行了极大的损害 所以为了让文昌鱼这个活化石 能够更好的在厦门这个海域内 生存繁野的话 我们除了要更好的进行管理和保护之外 还要走的另外一条路 就是进行人工繁殖 幼体培育 以及放流这个这条路 就这样的话 文昌鱼这个资源才能够不断的繁殖 朱教授自2004年开始 从事文昌鱼研究和养殖 目前他已掌握了文昌鱼自然产软 受精 胚胎发育 人工催熟等方面的繁殖技术 也成功地解决了幼体的耳料问题 现在正在对文昌鱼幼体的生长速度 消化特征 对水质要求 病害 以及天敌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据介绍他们力争在下半年实施第二次文昌鱼放流 明后年继续实施放流 预计培育和放流的文昌鱼幼苗数量在10万位以上 待培育技术成熟后 文昌鱼有可能像养对虾那样进行人工繁殖了 文昌鱼不是鱼 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感到陌生的答案 就连很多厦门人偶尔在沙滩上发现这些 透明的细小的生物的时候 也绝对想不到它是一个这么珍贵的物种 我们今天了解了文昌鱼 物理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 让它在地球这个大环境中间 更好地继续地生存和感应 中文昌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